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今天有个大消息要分享给大家 前几天随着乌军的猛攻 巴格木特附近的三个山丘已经被乌军占领 不断居高离下炮击巴格木特城内的俄军 现在城内的俄军终于支撑不住了 已经开始从城市东北部撤离 这意味着俄军花九个月死了几万人 花了巨大代价拿下的巴格木特 九个星期都没撑住就要吐出来了 要知道为什么瓦那会发生兵变 和在巴格木特之战中损失惨重 让瓦格纳头子普里格金心态失衡 脱不开关系 瓦格纳头子普里格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部下死伤惨重拿下了巴格木特城区 然后俄国防军就来摘桃子了 而且还要让瓦格纳以后和俄国防部直接签合同 等于是架空了普里格金 这普里格金的暴脾气能忍 于是乎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就反了 虽然瓦格纳的兵变最后不了了之 没有真的打击莫斯科 但是其对俄军的权威的伤害是巨大的 瓦那一天奔袭上千公里 从罗斯托夫打到莫斯科郊区 如入无人之境 在军队里没有内应是不可能做到的 于是兵变结束后对俄军高层的清洗也开始了 有消息称多个俄军高官预先知道瓦格纳计划兵变 但是他们没有出手干预 也没有向上级汇报 而是采取了默许和纵容 坐山观虎斗的态度 于是乎这一天有多个俄军高官北部接受了调查 首先是曾担任俄特别军事总指挥的俄空天军总司令 苏洛文金大将开始接受调查 随后苏洛文金大将在瓦格纳兵变发生的第一天 就拍视频呼吁普里格金收手 但他和他的一名副手还是被指控对兵变知情不报 甚至与瓦格纳眉来眼去 要知道这苏洛文金大将早在2017年的时候 就成为了瓦格纳的荣誉成员 还得到一个编号为M3744的瓦格纳徽章 此外还有30多个俄军将军都是瓦格纳的荣誉会员 他们和瓦格纳私底下眉来眼去 暗通秋取 可能早就引发了俄国防部部长和瓦格纳关系紧张的 焦合板大元帅邵伊古的不满 正好借此机会清洗俄军内部的亲瓦格纳人士 还有一名俄国防部副部长 曾担任过瓦格纳副总指挥的 米金采布中将也接受了调查 有消息称苏洛维金大将和米金采布中将已经被捕 但苏洛维金的女儿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 她没有被捕 还有消息称另一位尤金上将已经被开除了军级 这次兵变已经大大影响了俄军的战斗力 本来俄国防军就战斗力低下 还要靠瓦格纳才能拿下巴克木特 现在因为瓦格纳拒绝和俄国防部签订合同 等于是退出了乌克兰战场 以后靠谁打仗呢 瓦格纳都打不过乌克兰 俄国防军更是送菜啊 这次兵变一共击落了俄军七架飞机 把俄军内部的矛盾彻底曝光了 扯掉了俄军的遮羞布 现在对俄军内部的清洗只会进一步的削弱俄军 以后俄军内部人人自危 连苏洛维金这种第一时间表态反对瓦格纳兵变 极力撇清关系的都没逃过 其他和瓦格纳关系暧昧的俄军将军就更逃不过了 这不禁让人连想到希特勒躲过刺杀后 立刻对德军进行清洗 连隆美尔这样的名将都因为知情不报被逼着刺杀了 大大削减了德军的战斗力 而这种狗咬狗士的内讧正是乌军喜闻乐见的 一是能让乌军反攻的步伐加快 二是苏洛维金、尤金这样的人 本来就对乌克兰平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现在吃瘪倒在自己人手里是乌克兰人喜闻乐见的 现在乌军的反攻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昨天一天乌军又消灭了680名俄军 击落一架战斗机 摧毁了两辆坦克、十辆装甲车、一辆防空系统 六辆补给车辆和27门火炮 事实证明 俄军面对乌军的反攻昏招跌出 先是炸毁了卡夫卡大坝 然后又和瓦格纳内讧 战斗力大大下降 本来就挡不住乌军 现在就更挡不住了 现在乌军已经在被炸毁的卡夫卡大坝附近 建立了一座浮桥 开始把重装备运过了蒂涅伯河 两面夹击美利托布尔的俄军 巴赫木特的俄军也守不住了 开始善意撤退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的俄军会更难看 瓦格纳的兵变只是开了个头 不会是最后一次 随后乌军反攻的加速 内忧外患的俄军还会发生兵变 我记得普大个子上台就一直在说 给我20年 我还你们一个强大俄罗斯 记住是俄罗斯 资本主义的俄罗斯不是苏联 各位可能觉得战斗民族牛逼能打 这是对的 但是要看和谁打怎么打 现在俄罗斯和前苏联完全不一样 充满了腐败的气息 这里大雄不知道能不能一次说完 首先是腐败 普京和老婆离婚娶了谁 要不要大雄多说 美女一元进国家度吗 别说在老人政治的俄罗斯 就是在美国你普通人也做不到 特朗普这么有钱 他多少岁干到的一元 其实大家觉得没啥 大雄不这样认为 普大个子完完全全把自己当作东罗马领袖 现代沙皇了 一个情妇都能安排得明明白白 这只是一个例子 烧伊古俄罗斯国防部长 号称俄罗斯战神 叙利亚的解放者 他的简历公开透明 建筑商出身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俄罗斯的包工头 当然这没什么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 这种人做了部队一把手 普通战士怎么想 上面的将军怎么想 烧伊古公开提出要用三合板做防弹衣 被称为三合板将军 在他的认识里没有生命 没有荣誉 只有经济 怎么便宜怎么来 烧伊古和普大个子干了两件事 滴滴摆 把老毛子的老底都输光了 首先俄罗斯军队一百左右 长辈陆军四十 海军二十 空军四十 那么我们这次除了看到陆军在拼命 连海空军 莫斯科巡洋舰居然被原点导弹击沉了 这就是开玩笑了 巡洋舰什么叫巡洋舰呢 这就是用来防空的 为航母撑起天空防御 当然也可以用导弹反击 但是它的第一任务就是防空 防了个寂寞 这不是一般的食物 如果是冷战发生这种问题 可以说红海军就会有灭顶之灾 我们再说说搞笑的世界第二空军 有没有搞错呀 俄罗斯和乌克兰 接壤 普大个子 克格勃出身呢 居然没办法把乌克兰空军干完 时至今日 乌克兰对俄罗斯空军还有还手之力 这也就算了 那你空军遮蔽战场呢 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或者说前苏联的水平都做不到 40万人在干嘛呀 在对比2014年之后 网传普大个子在克里米亚修了一大批的小别墅 大雄就不多说了 普大个子为了连任也做了不少的妥协 所谓的苏武器骗印度投资 现在看来就是原型机 没办法量产 一堆问题没解决 打是可以打 飞是可以飞 但是不能长时间执勤 有缺陷怕被打下来 俄罗斯这次是遭了灾 各种先进武器拿出来就被吊打 其实说实话 很多武器还是可以的 但是俄军不再是苏军了 空军是一个国家的精华 居然上不了战场 开什么玩笑 苏34投掷铁壁炸弹 有没有搞错呀 战机多少钱呢 飞行员多少钱 炸弹几个钱 我们只能说飞机是苏联的 飞行员已经培养了 炸弹是俄罗斯的 乌乎哀哉 像不像明末 明明百万大军 明明商品贸易繁盛就是打不赢